应秘鲁总统伯鲁阿尔特邀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11月14日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 这也是习近平继2016年的国事访问后 第二次访问中国在太平洋对岸的邻居 跨越大洋 中碧两国遥遥相望 在历史长河中书写了真诚友好 共同发展的动人篇章 许多秘鲁人也都亲切地称呼中国人为老乡 专家表示 此次访问 引领中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 也让老乡情义更加真实可感 因为中国跟民主的关系还是在这个中拉关系当中 还是占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的 无论在这个经贸啊 投资啊 还是其他的这种领域的合作吧 非常的突出 现在进一步提升 战略合作的这种水平啊 确实是这个标志两国的关系 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或者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此访中 两国元首以视频方式 共同出席前凯港开港仪式成为一大亮点 据统计 前凯港开港后 中碧间单程海运时间将缩短至23天 每年将为秘鲁创造超8000个直接就业机会 从前凯到上海 这条新时代的印加古道 也成为两国合作提制升级的鲜活主角 卖上新台阶是有实质内容支撑的 秦鲁港的进程 它是秘鲁通往亚洲 连接中国这样的成本将大大减少 以前说天涯弱比零 现在可以变成天涯陈比零 此访期间 中碧两国签署了 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规划 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议定书 在一系列成果文件中 更新版自贸协定尤其受到关注 秘鲁是首个同中国签署 一揽子自由贸易协定的拉美国家 升级议定书在原自贸协定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了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 知识产权等七个章节 新增电子商务 全球供应链等五个章节 自贸协定的领域图宽了 相关的关税将进步降低 一个是贸易更加自由化了 投资更加便利化了 日后会有更多的秘鲁的农产品 农牧产品 出口中国的份额进步加大 第二个就是自贸系列当中会有科技富能 数字富能和绿色富能 不光有传统贸易领域份额的扩大 而且有新兴产业领域在秘鲁的落地 特别是投资和贸易双人驱动 产业力 供应力 两力 笼通 可以说为未来中壁合作 开达的更广阔的空间 做了一个规划 中国与秘鲁同为文明古国 两国人民感情相连 心灵相通 专家认为 除经贸合作外 深化人文互通也是此访一大重点 这既是中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根基 也是密切其他领域合作的动力 两国我们是在同一祖亲的后代 在不同时间和不同时代的产物 一下子就是把中壁两国 中那一下那的就更近了 成中国人文老乡 另外就是中三国就吃饭 都是一些人文教理 从古以来留下的痕迹 故事就在云乡群 人文教理肯定是助力 两国政治互信基金 经贸往来相扶相承